24号是中国援助塞尔维亚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塞尔维亚的第三天 当天中国专家组与塞尔维亚官方密集磋商 给出了一系列专业建议 得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高度评价 来看一下前方记者24号发挥的报道 中国援助塞尔维亚医疗专家组在分别于公共卫生研究所总理布尔纳比奇 总统伍奇奇进行闭门会谈之后 伍奇奇表示塞尔维亚已经听取了中国专家的意见 将迅速推广中国经验 因为军队已经全面接管了边境口岸 难民收容所以及医院 那么刚刚在我身后的军事医学院 国防部长武林刚刚亲自与我们的专家组进行了会谈 看如何进一步的细化落实他们的方案 今天贝尔格莱德气温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 武林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专家组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之人 24号上午随同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林 一起参与会谈的还有来自塞尔维亚陆军司令部 军事医学院的专家组 在听取了中国医疗专家组给出的建议后 军事医学研究院危机总部负责人丁契奇表示 中国丰富的抗疫经验值得学习 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林表示 在听取中国专家组意见后 塞尔维亚政府决定在48小时内 开始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覆盖更广泛的人群 对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都进行检测 将立刻搭建方舱医院 所有重症患者统一治疗 严格隔离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 他强调 尽管塞尔维亚军方已接管医院 但是治疗措施还是由专业人士给出 来自中国的实操经验 会让塞尔维亚少走弯路 塞尔维亚向中国专家组表示感谢 这些人都把自己的亲戚 把自己的亲戚 把自己的亲戚 和我们一起工作 和我们一起成为一人 我访客 要 DAVID 我许名 自己的亲戚 华日 jer oni su nam vratili nadu.